再來看到伊比利半島南端最繁忙的港口 植布羅陀發生了兩艘船對撞的事故 結果這一艘散裝船當場就擱淺 也引發了燃料外洩的疑慮 畫面上看到雖然他已經明顯的右傾 那右側的這個船鞋也嚴重毀損 吃水線下方還出現了40平方公尺的裂口 但是因為沒有立即下沉的危險 目前船員還全數留在船上